今天要帶大家來看 全新大改款的 Suzuki S-Class 而且這一台Suzuki S-Class 今天是亞洲首發喔 全新S-Class其實就是SX4的繼任車型 那改款之後呢 它就擔綱品牌的旗艦 國內市場規劃了兩種動力的車型 分別是前驅的車型跟四驅的車型 那前驅的車型 它的售價是98萬元 四驅的車型售價是114萬元 兩者有16萬的價差 那它們的動力系統呢 都是使用1.4升的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搭配48V的輕油電輔助系統 那最大的動力129匹 最大的扭力是23.9公斤米 那講這麼多 我覺得帶大家直接看車 是最快最實在的 先帶大家來看看外觀喔 相較於SX4的外觀設計 其實S-Class整個看起來它的尺碼就放大了 這次的車身尺碼長度有4米3 整個面容重新設計 水箱護罩之前是直撲式的 對吧 你看一下現在變成一個方格 然後矩陣然後堆疊的造型 水箱護罩中間也有一個鍍鉻橫灌過來 頭燈的造型就比上一次看起來協調得多 車側有一個地方很眼熟 輪圈看起來是沒有換的 規格 來規格一樣 規格是215 55 17 然後再來看看車側 車側可以看得到 其實整個線條看起來 它並沒有太過豐富的折線變化 但是看起來也是蠻簡單蠻大方的 車尾呢 這一個尾燈 來來來 這個尾燈它不是紅色 它是透明的搭配裡面紅色的燈光 然後S-Class的車型標籤在這邊 然後底下有Hybrid 剛好提到S-Class 48V輕油電的車型 隨著S-Class 也就是SX4 既然車型改款之後 Suzuki現在也邁入了 全車系都是輕油電的時代囉 那我想大家一定對於這個後箱會比較好奇 後箱的空間標準的狀態是430公升 但是這一代的車型啊 它的椅背角度是可以調整的 所以如果你把椅背稍微調整一下的話 最大可以擴展到440公升 然後後型椅箱 可以看一下底下還有一個空間 然後這個板子很有趣喔 它是一個小小的設計巧思 你把它拉起來之後它就會自動固定 但是如果你要放下來的話 往外拉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去看一看 這一次全新設計的內裝吧 哇 這種感覺很棒耶 我說的是內裝啦 大家看看全新S-Class的內裝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跟上一代車型 感覺上好像有點熟悉 但是更精緻更精巧的地方 比如說這個中控面板整個格局的設計 方向盤造型就很熟悉了 跟上一代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好 看看儀標板 一樣喔 兩個傳統的指針 左邊轉速 右邊時速 中間有一個彩色的顯示螢幕 可以顯示車輛的基本資訊 比如說動力流啊 時速啊 然後油耗 剛剛我看好像還有時鐘啊 沒有矩子 有有有矩子 然後還有檔位的顯示 然後重點呢 應該會是中間這個螢幕 這一次改成標配9吋的螢幕 裡面還有無線的Apple CarPlay 還有各項功能 那使用的觸覺其實算蠻敏銳的 然後螢幕的解析度也蠻高的 除了無線的Apple CarPlay之外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view 360度的環境也是雙車型的標配 然後再往下看 這一個冷氣面板 大家應該很喜歡 因為它就是最傳統 然後大家最熟悉的旋鈕跟按鈕 然後所有的指示都很簡單 排檔頭的造型似乎也沒有改變 那因為我們現在這台車型呢 是四驅的車型 所以這邊有一個行車模式的選擇 那這一次蠻有趣的喔 原廠對於這套試圓驅動系統 它更多是著重在日常的使用性 比如說Snow模式啊 可能就是濕地的時候使用 如果是Snow模式 可能是超車 甚至是跑山的時候 它會有更好的循跡性 Lock模式當然就是脫困的時候用的 那剛剛有提到一些配備的差異 在四輪驅動的車型 大家有沒有看到 上面有一個很大的全景天窗 從範圍一路從前座延伸到後座 那至於整個空間的表現 跟乘坐的舒適性喔 整個座椅的泡棉設定 是稍微比較硬朗一點的喔 然後這一個 大家看這一個 中央扶手的蓋子是可以移動的 但裡面的空間就比較受限了 好看完前座 我們接下來去看看後座吧 來到後座 後座的空間啊 其實空間的表現 比我想像中的亮眼 畢竟它的車身尺碼來到4米3 相較於上代代車型有一些進步了 但是它整個後座座椅的設定呢 就是一個相當平的座墊 其實坐起來蠻舒服的 腿部的支撐也蠻夠的 至於頭部的空間好像就有點可惜喔 頭部這邊就有點壓迫到了 然後椅背剛剛有說可以調整 椅背調整兩段 這是第一段 然後這是第二段 其實調整的範圍跟差異不太大啦 但是我相信長途的時候 還是對於你的承受出心 還是有一點幫助 比較可惜的是 沒有看到後座出風口 今天呢 我們只是簡短快速的 帶大家看一下大改款的S-Class 為什麼 因為我明天就要試車了 所以如果你對全新大改款的S-Class 各項功能或是設計 有任何疑問的話 趕快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試車的時候就會幫你解答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8891汽車 打開小鈴鐺 就可以即時收到我們上面的資訊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喔 這個是